中华电信办理电信普及服务查测工作 111年6月23、24日 由董事长谢继茂带领南北中部地区同仁 共同执行 董事长谢继茂感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多年来依据电信普及服务办法 指导中华电信公司在台湾以及离岛地区 进行电信建设的提升 增强中华电信在5G开台后的韧性和竞争力 台中营运处总经理赖昭福在报告时指出 台中市偏远地区主要集中在和平区 面积超过台中市的46% 人口却只有0.39% 辖区内的台八县沿线山高水级 交通极为不便 同仁们在921之后 兼具的环境中施工 努力达成普及服务的目标 来到和平国中 进行宽屏数据通信品质查核测试 校长何国旭提到 疫情期间与国外交流台湾泰雅文化 全赖中华电信在偏远校区提供稳定的频宽 因此获得NCC委员的肯定 感谢中华电信 因为我们有附网 附网是中华电信在帮我们做服务的 尤其是这个防疫期间 都需要有一些视讯上课的部分 不管是在家里面 或是我们学校 有一些学生来做视讯 我们老师也都是在教室来做视讯的一个教训 网路品质非常有的地方 所有教材在线上 放在线上来进行受课 完全没有任何的阻碍 乃至于说甚至还觉得说 学校的网路特别稳 特别好用 那这都让我们感受到 就是非常的欣慰 那台湾用这种所谓虚拟的 那个奇心的方式 去推动了这个十几年来做普及服务 推动偏向的建设 那我们已经看到一个很具体的成果了 通船会普及服务 深入偏向 赞 中华电线魏克福山区里突发事件 甚至是动物啃食各种线路 运用了OTDR判断障碍点 提升抢修效能 山区的通信要保持是 从设计就要开始 像我们从设计上 我们就重现了多 重视非常多路由 多备源的设计 万一有一条线被咬断 我们从另外一条线马上把 整个讯物就把它疏通 所以完全不影响到使用者的通信 那在之后我们会利用我们的仪器 我们叫它叫OTDR就是光石域的反射器 它可以测试到我们光线在哪里断掉 然后我们就是派我们同人去现场抢修 很快就可以恢复整个通路一个正常的状态 来到中华电信设立在和平的机房 这里进行了试化服务品质 拨接测试及设备的查核 提供高龄化居民试化的需求 中华电信您好 站住 以上我们完成了花网的特殊电话 那整个我们的现场固件测试 全部测试完成 谢谢大家 台八线是台中连结花莲县与宜兰县的主要道路 从和平地区一路挺进到消客型 客户居多的区工所 卫生所 以及高龄者所需的长照中心 人口较多的聚落 中华电信可以提供到2G的宽屏水准 测试完成 测试结果下行速率1.97Gb 上行速率1.08Gb 测试速率正常 透过宽屏他们可以做更多的学习 包括当直播主 包括当利用闲暇时间来练英文 甚至跟澳洲可以透过网络 透过国际网络来跟世界连结 然后结交朋友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让我们更深的体验到 宽屏对这些偏向的地方是非常非常重要 提供给我们的学子 跟全世界没有缝隙的一个接轨 然后跟享受到最新的一个宽屏 我想这个对我们电信业者来讲 看到这么多也都是非常感动 觉得非常棒 在往深处的观光农场沿途有农民种植 高经济作物 即使是偏远地区 中华电信为拉近沉乡距离 协助农民在网络上销售 提供了高速的频宽 增进了青年回乡 发展观光休闲产业的机会 越过山区涉水 就是光纤能拉到的我们就用光纤 光纤不能拉到的我们用微波 来避开这个地形上面的问题 那所以如同这一次我们的普吉夫 我们在和平乡这边我们销行客户就可以用到两机的这个平宽来上网 这个是相当不容易的 也是谢谢NCC的领导跟支持 来到和平国小 这里要为小朋友进行工化服务品质 查核测试工作 山上的孩子不像都市地区的学童 可以人手一台手机 公用电话是孩子打给家人的重要通话工具 建设也好维护也好 没有城乡差距 从这两天的一个普吉夫的一个查核 可以确认 在台中地区的电信服务并没有城乡差距 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贡献 这里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维运团队 各位网路的弟兄 大家都非常辛苦 中华电信善进企业社会责任 以永续发展为依规 20年来执行电信普及服务 以创新当则客户导向与诚信 服务台湾每一个角落 在疫情期间 我们也提供了4万多份的这种 叫做上网卡 就是可以免费上网 吃到饱了上网 给这些在偏乡的 或者比较弱势的小朋友 他们在家的时候 可以透过这些上网卡 可以来上网 可以学习不中断 那我这边也是跟同仁们鼓励 那我想中华电信 真的是国家通讯基础建设的 一个关键的守门神 那也期待中华电信同仁 能够继续一本初衷 继续建设台湾 让教育不落人口 让农产品生鲜急送 今年可以回乡 即使山再高水再急 在人口过于急中 中华区不断加盖大楼的台中市 中华电信不计成本 拉起了另一条横向的光纤 早一步在山区部件 等待更多元创新的数位应用 在美丽的台中偏远地区 向世界传播更多 更精彩动人的故事 永远走在最前面 中华电信 中华电信еп 感谢观看